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24年南明星新增商务统计 诚意以量取胜 王一博商务最顶级 2024上半年南明商务代言竞争激烈 邓卫、白敬廷、龚俊、王一博等 凭借演技与实力取得显著成绩 范成成、谭剑刺、张若云等也表现突出 诚意以量取胜 南明商业价值显著 全球代言增多显示中国南明国际影响力提升 时光荏苒 转眼间2024年的上半年已悄然过去 回望这半年 娱乐圈的风云变幻 南明星们的商务代言状况更是如火如荼 精彩分成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有人以量取胜 有人则稳坐顶级宝座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揭开这半年南明星商务代言的神秘面纱 看看他们如何在商海中各显神通 先说说这位新晋黑马 邓维 他仿佛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 凭借一个男二角色迅速走红 犹如一颗新星般璀璨夺目 他的崛起 不仅仅是演技的认可 更是商业价值的体现 短短半年时间 他便新增了三个商务代言 其中还包括CT全球彩妆代言 这样的成绩 无疑是对他商业潜力的最好证明 邓维的这股流量旋风 正以其不可阻挡之势 席卷着整个娱乐圈 再来看白静庭 这位一直以来都备受瞩目的南星 在春节期间虽然遭遇了一些舆论风波 但他的实力却不容小觑 剧集表现出色 让他依旧稳坐代言人的宝座 上半年 他新增了三个代言 其中一个是范思哲全新香水的代言 这样的市场认可度 足以证明他的魅力并未因风波而减退 反而更加坚韧不拔 龚俊 这位在国际市场上也备受瞩目的南星 同样不甘示弱 他新增了三个全球代言 包括Z.A.基瑞 科拉奇及富蕾斯全球代言人 这样的成绩 不仅体现了他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更证明了他的商业吸引力依旧强劲 每一个代言 都是对他实力的一次肯定 也是对他未来潜力的一次期许 接下来 我们要说的这位 可是商务代言的佼佼者 王一博 上半年 他新增了七个品牌代言 涉及艳之屋 Lacost 真维斯 以及奢侈品品牌 罗一威的全球代言 这样的成绩 无疑是对他顶级商务合作层级的最好诠释 王一博 用他的实力和魅力 巩固了自己在时尚界和商业领域的顶尖地位 成为了无数品牌争相追捧的对象 范诚诚 这位同样实力不凡的男星 也在上半年新增了七个代言 品牌涵盖帕森眼镜 化来世 季范希彩妆 Tommy Hilfiger等 这样的广泛合作范围 足以证明他的市场号召力之强 每一个代言的背后 都是对他实力的一次认可 也是对他未来无限可能的一次期许 谈剑刺 这位在高端时尚领域展露头角的男星 同样不容小觑 他新增了五个代言 其中包括Prod品牌大使和华伦天奴美妆全球代言人 这样的成绩 无疑是对他在高端时尚领域影响力的一次最好证明 谈剑刺 用他的独特魅力和实力 为自己在时尚界赢得了一席之地 当然 还有张若云这位实力派男星 他依托有效播放的剧集 新增了九个商务合作 如夸克 德佑 纯真 京东超市品牌代言人 这样的成绩 足以证明他的商业价值 随影视作品的成功而显著增长 每一个代言的背后 都是对他演技的一次认可 也是对他未来无限可能的一次期许 最后 我们要说的这位 可是以量取胜的典范 诚意 在上半年没有新剧播出的情况下 他依然新增了11个商务合作 其中多个为全球代言人身份 如科润 爱普诗 高姿 VVC 有科数 这样的成绩 无疑是对他强大粉丝基础和市场潜力的一次最好证明 诚意 用他的实力和魅力 为自己在娱乐圈赢得了一席之地 也成为了无数品牌争相追捧的对象 回顾这半年 南明星们的商务代言战况可谓是精彩分成 他们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赢得了无数品牌的青睐和追捧 每一个代言的背后 都是对他们实力的一次认可 也是对他们未来无限可能的一次期许 在这场商战中 我们看到了新近流量的崛起 也看到了资深流量的稳健 他们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为我们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的代言秀 无论是邓卫的迅速走红 还是白静廷的坚韧不拔 无论是龚俊的国际影响力 还是王一博的顶级商务合作层级 无论是范诚诚的广泛合作范围 还是谭剑次的高端时尚领域展露头角 无论是张若云的商业价值显著增长 还是诚意的以量取胜 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 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明星商业价值 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品牌方对于流量明星商业转化能力的认可 他们愿意投入巨资 邀请这些男明星作为自己的代言人 无非是看中了他们背后的庞大粉丝群体和无限商业潜力 这样的合作 无疑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品牌方可以借助明星的影响力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销售额 而明星则可以通过代言来提升自己的商业价值和知名度 更值得一提的是 全球代言的增多也意味着中国男明星的国际影响力和品牌合作层次在不断提升 国际品牌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在增加 他们愿意邀请中国男明星作为自己的全球代言人 这无疑是对中国娱乐产业的一种肯定和鼓励 这样的合作不仅提升了中国男明星的国际知名度 也为中国娱乐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这场商战中 我们还看到了个人形象维护 粉丝基础和以往作品的累积效应 对于维持和提升商业价值的重要性 即使没有新作品播出 某些明星如程亦依然能获得大量商务合作 这足以证明一个明星的商业价值 不仅仅取决于他当前的作品和表现 更取决于他长期以来的形象维护和粉丝积累 总之 2024年上半年的男明星商务代言状况 可谓是精彩分成 亮点频线 每一位男明星都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 为我们呈现了一场场精彩的代言秀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